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Grab Car 阿花章 今天這個影片想跟大家做一個文章的分享 我就是阿花章 我是可以幫你或你朋友註冊成為這個西馬地區的司機 或者你的朋友 如果你的卡牌超過六個月沒有拿給Grab Deactivate 我也是可以幫你申請開舊的帳戶 所以需要通過這個電話號碼 010825834和WhatsApp聯絡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註冊的 請你在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有什麼問題 不要接受我了 多謝 今天這個文章 其實我是去GoogleSource的 標題就是 別讓駕駛 即是開車 毀了你的健康 為什麼我會無端端去找這個文章來讀呢 其實是我想起有一天 我在我的群組裡和我自己的WhatsApp群 我一班我自己註冊的申請司機 有一天有一個司機就說 我們駕駛 應該吃些 某些食物 他說的當時我記得好像是蕃茄 他說是可以補回我們的心臟 OK 那我就有回應他 我說其實 除了你要吃什麼什麼都好 我們長期駕駛的血液不循環 是會對我們身體造成很大的影響 尤其是健康那方面 那我就有跟他說 我說可以的話 就盡量我們要多些下車活動 最好就是運動 那當時我還記得有位朋友問我 那你有沒有運動 我說有的 其實我以前還有車的時候 我下班之後 我又去 在家樓下 走 看看幾個圈 因為我每天的打擊是要過 一萬二千幾步 因為我又用這個AIA的 維持力 所以 如果你遇到一萬二千五百步 它就會給你分數 那我是看那天走多少 如果是上班牆 即是下班之前 我已經走五千步 那我就下班 走多七千步 就是差不多一個小時就可以收工了 如果你有下車活動 即是一天 被動 走幾千步 已經是危險的事 所以不是什麼大問題 所以今天就是 找到這個文章之後 曹淳大家溫分享 為什麼我剛才是讀了這個文章 我覺得 原來長期駕駛的傷害 不單止是大 而且還有很多種 所以 聽完之後 可能你會覺得 不開車好像比較好 今天我們就去看看 這個 中國新聞網 中新聞網 它的報導 怎麼說 講到那個報導 很奇怪的 第一句 你會開始 問自己 中國的新聞網 為什麼會說美國的事情 我讀完之後才發現 你去到最後一段 其實這段新聞是 在致美國的僑部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 它說的 開頭是美國 你清清楚這個 為什麼中國的新聞 會說美國的事情 第一段就是這樣說 美國號稱這個 車輪常的國家 開車幾乎是每個人最常用的出行方式 但有很多人不知道長期開車 而不注意身體保養 會是健康的隱形殺手 好 如何才能避免這些疾病 做個健康快樂的開車一族呢 第一件 這個是脊柱 開車 頸腰最受傷 即是說到我們的背部 我們的脊椎骨 我們的尾龍骨 腰 頸 所以如果你們長期開車 像我一樣 以前我經常去按摩就是這樣 我比較喜歡 按摩按摩 就是它會按摩的時候 它會按你的肩膀 你的頸 按腰 還有屁股 其實手勢真的是老 現在我都很慰念 我很久沒有去按摩了 OK 所以 這一段是這樣說的 現在有很多開車一族 已經成為這個 頸腰痛的高發人群 為什麼叉車會損害這個脊柱呢 即是尾龍骨 首先 有些機動車 機動車 OK 它的翻譯 即是機動車 即是摩爆了 即是有些車 的座位設計 不符合這個人體工程 學原理 會使這個脊柱生理 曲度發生改變 很容易導致腰背肌的慢性損路 去勞損 有發機筋網炎 機筋網炎 剛才我有去搜尋一下 即是 它說是 這一部分 還有後面 這一塊肌肉 是會很痛很痛的 所以 它不是那些 細菌引起的發炎 所以這個是 如果是 如果是你坐姿不對 長期看電話 你就會有這個問題 好像我老婆 因為她長期用電腦做工 她就會有這個問題 她就坐姿 那個問題 是不是你對電話 多都會 你經常躲下頭 OK 再次 機動車速 迅速增加 即是你踩大油的時候 即我們叫做迫急 駕駛者 即是司機 在路上滯漏時間明顯延長 人長期處於座位 及顛背狀態時 追間盤承受的壓力較大 經測定 駕駛汽車的追間盤壓力為0.5千 這就是怕 踩離合器時 壓力增加一倍 長期反覆的追間盤壓力增加 會加速追間盤突變 推邊或者突出 即是 人家說的steep disc 即是 尾龍骨的骨齒 即是他們說的steep disc 即是我媽媽都有這個問題 老人家是特別容易有的 一超過五六十歲 六十歲便開始來的 數錯的姿勢要對 所以你看其實是壓力 你看看 雖然沒有人踩格子 很少人開手 不是沒有 很少人 但是平時開車的時候 壓力已經是0.5千 我不是讀 我都不知道 踩格子的時候壓力會增加一倍 所以如果你是有踩格子的車 你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踩格子你會用到的力 左腳 踩油和啪啪啪應該不會 所以這個你看 只是踩格子的部分 已經會影響到你的尾龍骨 實驗顯示 第二 隨著震動時間的現場 追加盤的碎盒 內層纖維環和外層纖維環的水含量 會逐之 垂肢逐漸減少 追加盤內的釀張力 及細胞活動都會明顯減低 即是随著震動的時間延長 即是你駕車會震動 即是你走路也好 路面也好 你車的腳也不靈也好 你長期的震動 都會影響到你的尾龍骨的黑碎 那些裏面的水含量 和讓脹力 細胞活動 這些很適合你的醫學上的東西 總之是對你的尾龍骨不好 即是震動 剛才是踩格子去說 現在是震動 接著最後 沒有 他第一個是說錯位 即是錯位的設計 第二是說 誒 我錯過了 這個是錯位第一 第二 錯過了 第二就是你交通翁制的時候 即是你塞車 駕駛車心情煩躁 上上會急塞車 即是你懵得 即是你看到 如果有些人喜歡開車 駕尾 或者是很急性的 好像以前客人叫我 快點快點快點 我踩大油 然後踩大駕駛 即是會踩到 容易過度負荷及急性損傷 油清閃腰 造成頸腰痛 嘩 即是你踩大駕駛 你能踩到你的頸 你的腰也是會痛的 所以第一 是錯位 第二就是你踩駕駛的方式 即是急駕駛 踩四駕駛 第三就是你的壓力 踩駕駛駛 長期 他主要是講長期 之後就是震動 所以你看看 最後很多因素 長期錯 駕駛機動車時 腹駕增高 腹駕駛 就是你肚子裡面 這個前面 腹駕 都會增加碎駕突出的機會 為什麼呢 你錯字了 你會壓到你的肚子 你的肚子壓了 他如果旁邊 他要是旁邊走 要是後面走 為什麼 你前面 你頂著肚子 所以你可能會 你裡面的壓力 會壓到你的尾巴駕駛 會推到你的尾巴駕駛 就會有碎客突出的機會 所以 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問題就是減肥 如果你的腹壓大 就是肚腩大 就像我一樣 所以一定要減肥 如果你是很肥的開車的話 要注意一下這個尾巴駕駛 由此可見 由此可見 開車一定要注意 保護好自己的脊椎 建議開車時 座位上增加頸枕 有 油 這樣下 就是類似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不太舒服 頸枕 和腰枕 以維持這個脊椎的生理彎曲 不舒服 因為我們正常的美容骨 是有它的弧度 有一個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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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維持這個生理彎曲 而不是你長期給那個複壓 或者是你踩駕駛 或者震動 做到它受損 即是保護的 支撐 應該這樣說 用來支撐 OK 另外 應該適當增加暴行 和鍛鍊的機會 減少機動車駕駛時間 讓這個脊柱充分有食 OK 你看看 他在這裡說了 暴行 他不是說暴行 和鍛鍊 即是說 幾乎我走 其實都不夠的 你還要做很急 可能做健身 做些 總之做些訓練 鍛鍊 可以的話 我覺得其實健身是幾不錯的 可惜我沒有去健身 所以我們都要想辦法 OK 可能是跑步 可能是Yoga 最直接的就是減少駕駛的時間 所以我們這些是長期駕駛吃的 我們不能避免 只不過我們可以做一些 改善 我覺得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 還有讓脊椎充分休息 你看看 有些人 就算休息時間 他都不下車的 他都是坐在車裡面的 所以其實你的傷害 其實 這裡說的傷害其實是持續的 因為你還是坐在那裡 還是坐在那個位置上 OK 第二段 腸圍 飯後20分鐘再開車 OK 講到腸圍 我就已經中過了 我已經中過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據統計 駕駛延長時間駕駛者 功能性遺腸病 遺失而止長 潰陽 等疾病的發生率 明顯高於一般人群 駕駛以及長時間駕駛者 即好明顯是我們 駕駛需要保持頭腦清醒 注意力集中 因此必須保證大腦有充分的供血 在生理情況下 印進食後 血液會大量流向這個圍牆島 以保證消化吸收功能的完成 此時大腦供血相對減少 因此通常在進食後 憂困倦的感覺 這是他的tory 即是吃飽了 你的血是需要供到這個圍那裡 來幫助消化 所以你的腦可能就會 沒有那麼多 血減少了 的供應 所以會搞到你好像很累 即是人家說 煩氣攻心 這個是他的tory 在這裡他寫的tory 如果進食後馬上駕駛 大腦供血和腸道 供血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容易產生困倦 時蝕蝕蝕 凡宣 凡宣應該就像我一樣 有這個 胃圈倒流 腹部不適等徵狀 導致 圍牆功能紋亂 所以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 即是你吃飽了 即是你吃飽了即是開車 所以吃飽了應該 可以說就不要吃太飽了 即是六七成飽 我覺得是OK的 另外長時間駕駛也會影響人體的生物節奏 很多人也有開過車的時候餓 即是在駕駛的時候餓 但有時候只是想要休息的經歷 但是開車的時候往往主觀意識是去壓抑這些生理要求 為什麼你駕駛你不想吃東西休息 等下再等下再等下 其實餓就是一個訊號來的 叫你吃東西 所以如果你不是有健康問題 或者你不是在做那些長期fasting fasting是什麼呢 中文 只戒 如果是餓的話就去吃東西 如果想要休息就去休息 這是生理反應來的 蘇其牌 上升上的生理反應 生理反射受到反覆長期的壓抑 壓制即是像剛才所說 明明你想吃東西休息就去休息 但你不去 你選擇不去 你先壓抑住 等等等我不去 等下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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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使便宜彈膜! 惹到前提醒 所以就弄到便秘了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这个问题 我就还可以了 我都是有时迟两三天呐一遲 否则正常我都会每天去 另外 驾车途中经常遇到塞车 不文明的驾驶现象会使人产生紧张 焦虑 愤怒等不良情绪 这些情感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 途径影响肠围分泌 运动和黏膜血流量 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黏膜血流量减少 催生为十二指肠溃扬等疾病 所以你看看 塞车和不文明的驾驶现象可能是狂躁 即是驾车的狂躁症 会被人紧张 愤怒 焦虑 其实会影响到你的神经 你的荷物 搞到你的身体的消化 你看胃啊 不是我说的 在这里写的 所以不只是说你不吃东西就会症伤胃 你不摸屎 就会弄到便秘 不简单 甚至乎你看你的情绪 所以开车的 mood 我也觉得挺重要的 所以老实说我是不喜欢塞车的 塞车会容易导致这些问题 有些人可以的 有些人可能是天生就适应到 天生就觉得这件事没问题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我老实说我是不行的 所以为什么我通常都是做 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其他平台 因为可以选单 我就选择那些我不想塞车的单 赚一点点我都ok的 以前我都经常说的 我宁愿没有high fare 我都不要塞车 我以前有这句话 但是现在呢 最好就有high fare 还有没有塞车 因为为什么现在的fares太低了 没有high fare是过不了日子的 ok 为此 建议驾驶者避免长时间开车 连续开车超过两小时 就要休息一下 so 这里他是这样建议 两个小时 我现在通常是两三个小时就停了 我最记得 我最后一天开车撞车的时候就是四个多小时 没停过 我不会下车休息 之后我就车炒了 没关事的 看句话 ok 按时有规律的作息 开车不要错过就餐 餐后不要立刻开车 休息20分钟左右再炸 增加含量 戒除焦躁情绪 开心上路 所以这方面我还是要加油一下 因为昨天的直播 我还是有点控制不了情绪 ok 按时有规律的作息 开车不要错过就餐 餐后不要立刻开车 休息20分钟再开 再讀多次 第三次 按时有规律的作息 按时有规律的作息 即是要睡就睡吧 累就睡吧 不要捱东西做做渣 开车的时候不要错过就餐 饿了就可以吃 别想着可以忍的可以顶的 或者确定不吃东西 整天都不吃 整天都不吃 吃饱了也好 不要吃开车 吃饱了休息一下 可能你喜欢一路吃 一路可以接到大单去 这样你的胃 刚才的问题就会来的了 休息20分钟左右才再开车 为什么说三次 因为很重要 ok 再来下一部分 讲心状 高速行驶移心肌疲劳 有关系的吗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关系的 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有駕过我朋友车去飞车 年轻的时候 二十多岁刚刚拿车牌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还没怕死 我飞到差不多150以上 站在我的脑子 然后整晚就很兴奋 心跳到很快 整晚都睡不到 所以我就知道很辛苦 其实跳的心跳到很辛苦 不是普通做运动的那种激烈那种快 那么简单 是很辛苦 很快的 跳到很辛苦 很快的 所以这里可能有解释到 高速行车 除了会增加车祸的发生频率之后 刚才我说的那些是不好的了 办法得理由危险 还会对人的身心健康 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平称之为高速行车综合症 不是有脚卡路的综合症 还有这个高速行车综合症 不是分泌增多 促使心跳加快 如车辆速度超过每小时80公里 心率会增至每分钟100至100一次 哇 这个真的没有研究过 我有标识可以看心跳 但真的没有研究过 车辆行驶速度每小时120公里以上时 心跳率会增加每分钟110次 其实120到心跳180每分钟 但80已经去到100至100 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下次我开到80我再看我的标识 长时间的高速行车可使心肌疲劳 而影响心血管功能 更容易诱发观心病 因此 驾驶现在高速公路上行车 不可超速行驶 这样可以保障安全又有利于自己的健康 所以这一段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我说我之前开车的心跳会很快 我是很认同的 之后我就不敢飞出去 第一 真的很危险 第二就是 我说飞车是跟别人斗车 好 之后我就没有跟别人斗车了 然后那时候我去 真的很辛苦 你会觉得心很不舒服 然后整晚睡不到 可能太兴奋了 这就有解释了 你走得愉快 那个线上数就会增加 然后让你的心跳跳得更快 所以 为了你自己的心脏 健康和安全 但是不要开车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里你看 很夸张 每小时80公里就可以跳到100% 平时你的心脏每分钟应该跳50-60 就是慢慢做工的 但是你每次泵到他 差不多到达到100% 所以让他做多些工 不要了 请爱惜你的心脏 因为他是唯有一个 每天每秒每刻都在这边上班的 他没有休息的 他休息就是你不在这的时候 OK 下一部分 前列先 就是我们男人 开车9座 即是坐得来 二发炎 即是前列先 好像我这样 老实说 我这陣子在家每天坐 我都感觉到二片有点不舒服 硬着硬着硬着有点不舒服 所以9座车来 缺乏经常性的体育运动 在说你坐台车有没有运动的人 造成男性阴暴冲血 引发前零线发炎 特别是坐车 坐在车的怨耳上 即是我们的座位是丟的 你的屁股 团堡会深陷其中 阴囊受积压 即是你的屁股 会坐进去 然后你的屁股 入去 你的坐包就会硬到你下面 阴囊受积压 即是我们的春袋 即是我们的男人的春袋 即是高院 高院外面的那个袋 即是春袋 使这个静脈回流不长 即是血行都不好 阴暴血液的循环 未循环受阻 嚴重的时候 可致精索 静脈曲张 高院下垂 下腹步顿吞 即是说你看 很严重啊 搞到我也想站一下 即是说严重的时候 你的精索 精索就是你那个 应该是书精管 静脈曲张 好像你的血管是曲了 接到会有种的 因为我朋友的朋友 曾经有一个老动 老静脈曲张 他有照着一张图给我们看 他有解释过 这个是说那个 应该是精索的 应该是书精管那边 应该是 接着是 港院下垂 你试试试试试 人家说 人家老了 老的女人可能会 空暴下垂 你看 如果你长期这样做 你的血不走 走到不好 循环不好 高院都会下垂 下幅步会顿顿 这个我常常有 所以我都是坐得多 所以我都惊惊地 这段我都没错 而且 长时间开车 令这个高院 新陳代謝 产生有害物质 排泄不强 使高酮分泌减少 导致性功能障碍 以及男性不育症 甚至发生高院怀死 这个是很严重的 这个是很严重的 在说长时间 所以长时间 不只是健康 那么简单 如果你是男人 你注重你的洪峰 就是你的性能力 就目标在身上 不要想着自己更年轻 如果你还想结婚的话 看这里 高院怀死 即是春代都没有了 你怎么生 就算他没有怀死 也可能会有男性不育症 就算你争到 你有性功能障碍 你也有一个问题 所以男人 如果你要爱护自己 要爱护自己的弟弟 即是要做下面的保养 长时间 即是避免不了 但是要休息一下 OK 再来 另外在隔世的时候 常常隐疗 都会刺激疗 加重这个前列性的负担 引起前列性问题 但是男人隐疗 都会影响到前列性 所以不要隐疗 我常常说的 水可以多喝点 但是厕所 急都去 不要说 急啊 先忍吃 那些单位说 你那一毒两毒尿 就会多做一天幾百负 所以 不要隐疗 因此 持续开车最好 没有超过半小时 刚才说了两个小时 现在半小时 如果行程很长 最好在途中适当 下车休息一小段时间 活动一下四肢 再去开车 这个是对的 即是半个小时 我就觉得 有时塞车车 可能过多两个小时 好像那天 我撞车最后一个单 我在Mid Valley 放工时间 去到 这个肩膀已经两个半头半了 所以这个是避免不了 但是 一到开休息 就下车 做一下伸展 伸展一下你的四肢 肌肉 脚 腰骨 脚 大腿 大腿 关节 我觉得这是针对男人 但是 其他人也可以适用 女人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 你是女孩男人 你很注重自己的男性健康 这段是对你 我觉得是 可以这么说呢 很重要 就是take care take note 先喝一口水 OK 之后这些呢 我觉得是 其他东西 其他 OK 小心车内的毒源 毒源之一 汽车发动机 就是我们的engine 汽车发动机 产生的一样化碳气油味 会使车厂内空气质量下降 车用的这个工条蒸发器 都会使氨烟减细菌等有核物质 眉满这个车内的合小的空间里面 OK 即是说 车产生的那些 carbon monoxide 那些 Betrol的味 那些电油味 会弄到你车里面的空气下降 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 你车究竟有没有流气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有流气 你那些鸡蛋大色一直进入 你一直索 其实会万性中毒的 就是人家去自杀 他们都是吸一样化碳去死 就会暈死的了 所以可以的话 他有讲到 他有教的 可以的话 可以开一开枪 而且你看这个 这个on 其实on 应该是那些 我不记得是 我不肯定 好像那些 有害的化学物质 那些plastic 你遇到热会釋放那种 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这个烟减 其实是nicodin nicodin 其实那个毒害是很厉害的 就是 人家怎么说吸烟减 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 烟减 甚至乎有些人是对烟减敏感的 所以有些人不消烟 他们特别敏感那股烟味 其实不是那个烟油味 其实可能他们本身对nicodin是敏感的 好像我的弟弟也有的 我弟弟也有的 我弟弟也有的 他闻到会喉咙不舒服 接着他的气管 好像有声 有时 这个就是关于空气的 这个是车的冷气 我们车的冷气 接着车主 至于恶劣饰件 车主才购买这个车内饰件的时候 都要注意 劣质的饰件会大量的笨 甲串 丙铜 耳甲本等有毒物 在车内空间窄细 空气量有限的情况之下 会致使车内空气污染和加重 威胁人体健康 即是尽量不要买那些 装饰品放在车里面 不然来了 空气又不流通 让你曬到变质了 又释放毒素 例如 刚才说的这些等等等等 所以那些 尽量都不要买的装饰品 尤其是裂质 很便宜很便宜 什么叫很便宜很便宜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 你一买日子 不如说 当这个是装饰品 当这个是装饰品 你一买了 你一闻 它就有一大股那些 化学味的 那些你就知道 是有点东西的了 所以你用米呢 就买 起码就较好一点 一分之下分货 还有买的时候 买一下质感 买一下 自己确定一下 如果你知道它有品牌 它有写明 它用什么材质 有什么材质 那你就知道 究竟有无害了 OK 再来读 原之三 车内地胶 很多人很喜欢 在车内安装地胶 安装了地胶的汽车 一旦有水部 进了车底 就会容易滋生这个细菌 污染车内环境 OK 地胶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 地胶是那个甲壁 应该是 我猜了 因为中国的用词 我不是那么懂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进了水 它就会滋生这个细菌 污染车内环境 好似我似我 我是车有制作烤炭的 来吸那些濕气 我车是没有制作烤灰的 所以还可以 没有那些臭味 不过 以后我车 蛇车弄回来 可能我都要买新的烤炭 放在车里 駕駛惡集可致五大伤害 OK 应该是其他的 因为它真的少少少少少 这么大 第一 长期开车出行 肥胖难逃 根据一行研究指出 每花三分三十分钟 在驾驶车上 可能增加3% 变肥的风险 长期开车缺乏必要的运动 还会影响健康 有车族 每日最好保证半小时的活动 外出路途不远的话 最好能移步代车 现在我们是用车来代表 尤其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真的很依靠车 在金鲁波和雪龙区 你就看到了 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 它开车也不喜欢走 肯定是不喜欢走 为什么 你看那些各大商业区 打包北京的情况 你就知道 它就是要摆在店铺 即使你看到一百米以外 有白京都不摆 它就是要摆在你门口 我走进去认识 然后下车的时候 你看他的身形 就像我一样 肥肥的 有肚子 然后以前 我看过头文字D 我很喜欢头文字D 以前我很喜欢头文字D 我挺喜欢头文字D 然后看完那个动画之后 我就有幻想 駕跑车的人 一定是很英俊 就算不英俊也好 身材会很健康 接着后来 我在市面上 看到别人駕跑车的 我也是看一看司机 全部都是种种的 反差很大 所以 駕车内 会变肥 这个应该不是新闻 就是 你看看我们自己的同行 所以 你看我也知道 我也是有点 那 你看那些 可能 你认识它的时候 它是没有开Grab 它开了Grab 你会看到 一个 有变化很大 一年 两年 三年 你就会点着它 肥腿了 好 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包括我自己的朋友 我的司机 我看到的 hotel 這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 我又说了 最好是半个小时行动 活动 在 Comme活动 它是不过用常来 但我说 我觉得 活动加锻炼 刚才那些人也所说的 就是 每天 活动加锻炼 asa 我覺得是更加好 不是叫你去做健身 這是保養生的 保持自己的健康 擋風鏡的質量差 車的擋風玻璃如質量粗糙 高低不平 厚薄不一 會加重視力備勞 應及時解決 這是真的 鏡片後淺 材質有問題 不靈 你會看到它的度數也不同 折射的光線 就像大鏡鏡的鏡片一樣 如果是大鏡鏡鏡不靈 最好就換掉 這是徐時解決 否則會令你視力疲勞 你很累 你容易累 看東西不清楚 就很危險 駕駛車 其次 駕駛車時間盡量減少 最好相隔一段時間 就將車停在安全地帶 閉目養養神 它不是叫你睡覺 它叫你閉目養神 我是沒有睡覺的 聽一下 podcast 或者是 當作是休息吧 比較硬 但我還在說話 就好像這樣 就是閉目養神 比較硬 休息一下吧 所以不要讓視力太疲勞 赤手開車會導致肌肉攜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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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好像不太重 赤手 因為我們開車一向都是赤手 赤手就是沒有大東西的 赤身就是沒有穿衣 赤手就是沒有大東西的 沒有手套的 汽車震動會通過這個方向盤 即staring 直接傳遞給人看 長期如此 極意導致肌肉攜亂 畏縮 甚至使骨關節發生病變 即是關節 開車時一定要戴駕駛專用的手套 此外可在座位上 電上負有彈性的電 即是電子 即是那些 一塊PAT 這樣 我以前有劑 但我之後沒有劑 即是幫它吸震 這個震動 嗯 OK 長時間開車 應適當活動一下 指關節 指關節就是這些 所以我以前開車我常常會這樣 像連鷹爪工 虎爪 龍爪是虎爪 隨便吧 有一次客人問我 你在做什麼 我說 做一下活動 運動 我說給個關節 我就這樣幫他講 然後他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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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曹星太大 聽力損傷 開車時應使用低音喇叭 哦 即是你開車的時候應該使用低音的喇叭 不要用高音 即是推特不行了 但我有推特 播放音樂的時候音量不宜太大 哦 OK 如果長期開車 反覆接觸強噪聲 就會造成不可覓勝異龍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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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的草音太大 例如你炸歌 即是尖聲那些會弄到你的E是會E6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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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注意一下 所以應該用低音喇叭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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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段 他講 常用空調 空調即是冷氣 我們車的冷氣 頭暈嘔吐 長期開車的冷氣 污濁不堪的空氣 會危害人體健康 開車的時候開空調即是開冷氣 最好每駕駛一段時間 將車開五分鐘 給新鮮的空氣流通 即是我們講的開槍被那些生風進來 接著發明 車的初中其實是服務於民的 所以千萬不要讓駕駛反傷自身 其實只要開車的時候 多點留心 就能以防範於未然 在享受駕駛樂趣的同時 擁有健康的體魄 所以這是他的結尾 OK 大家看看 如果我不講 你可能都不會想到 有這麼多傷害的 即是駕駛 長期駕駛的傷害更加大 你看看 腰骨 剛才我們講的 再講什麼 腸胃 再來 心臟 再來 男人前列腺 接著長期在車裡面 你看 如果你的車有塞這些東西 那些空氣 那些隔壁 地膠 接著你的五大惡集 你看 有哪會想到要大手套的開車 如果不開車 肌肉會驚亂 嘩 這個很嚴重的 聽一聽下去 嚇到客人了 所以 大家去注意一下 所以我都去看看有沒有手套 或者買個PAT OK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那我現在就想把我的頻道 因為我繼續做網紅 都是這幾天的 即是 遲些就要拿回GRAP 可能沒那麼多時間再做影片 所以 可能沒那麼多機會再分享我想分享的東西給你們 所以現在就趁這個機會就做一些 為電招車司機做的內容 那我希望我這個頻道 就專門做一些題材 例如這個 這些題材 給你們分享給你們 和我們分享 即是 我們可以 怎樣說呢 一起去關注 我們應該關注的東西 不只是政府的政策 或者公司的新的更新 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更重要 因為健康就是財富 所以你沒有了健康 其實你有很多財富 你只是睡在病床上享受 可能你睡得舒服一點 所以這些我覺得有用的東西 給大家 希望我可以把我的頻道 做成一個專門做一些對電招車司機有用的內容 OK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你們的收看 OK Thank you Bye Bye